就有这个志气 国内比赛 我觉得是练冰 国内比赛是练冰 真的要借着外国人了 也没有任何韩总 关于安德雷斯在中国的事迹 最不能不提的就是1997年的亚优杯 面对日本的川级贝尔敌队 他的真性情为北京球迷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 好球 就是要用这种以牙还牙的股势头来遏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进攻 安德雷斯呢 我给讲 我说你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在比尔德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说你也知道 比尔德世界大战 东边西特勒 西边西特勒 我们东边就是日本 他说知道 我说西特勒也占领了西班牙 也屠杀了你们 我说你今天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说他们 我是日本 就是东方的西特勒 他说我明白了 他说我今天就是中国人 所以他才有了三大产 产的小日本都急了 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绝对的犯规 他确实是擦着第一面去铲球了 很久后来那场球赢了以后 我就 我说我特殊奖励你一千美元 就因为你那三大产 这是安德雷斯呢 抢在两个队风阻之前 把球调给南方 南方是面对守门员 打得非常冷静 球进了 再看一面 安德雷斯 非常积极 把球调给南方 南方这一侧已经没有人防守了 1997年 除了帮助国安队打进亚优杯四强之外 三改洋枪还带领北京国安队 拿到了足鞋杯的冠军 刚波斯更是力压 范志毅 郝海东等人 当选中国足球先生 成为了第一位 获得这一殊荣的外籍球员 1998年 刚波斯又以北京国安队队员的身份 参加了法国世界杯 成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里的世界杯第一人 那两年间 在国内球员大面积流失的情况下 正是这三名外援的存在 令国安队的成绩 没有丝毫的下滑 不过三改洋枪出色的表现 也让他们的身价水涨船高 两个赛季的辉煌过后 北京国安队最终 在98赛季之后 做出了更换外援的选择 三改洋枪的故事 就此告一段落 98年的一别之后 三改洋枪断断续续的 在我们的记忆中 也出现过几次 2001年 安德雷斯重回中国 代表上海中原队 单赛季打进15球 帮助球队成功地冲进了甲A 2002年 刚果斯在世界杯上 完成了一例极其精彩的进球 率领巴拉圭队打进16强 让中国球迷一时间唏嘘不已 从后卫的腿边打过 什么人之前被挡 启动慢了 现在巴拉圭队2比1反超 而在告别国安之后 卡西亚诺的经历 要最为丰富 他曾经代表山东鲁能队 拿到甲A联赛的金靴 他也曾先后三次 在赛季中期加盟国安 又在赛季结束后 离开国安 2007年 37岁高龄的卡西亚诺 又加盟了 沈祥福职长的广耀队 在球队中超成功之后 卡西亚诺选择了回国退役 此后三盖羊枪便杳无音讯 本以为后会无期 不过2011年 随着安德雷斯的动情一刻 三盖羊枪的故事 也有了新的篇章 2012年底 应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邀请 三赶羊枪重返北京 参加国安俱乐部 20周年的庆典活动 尽管刚波斯因为个人原因 未能成形 但是当卡西亚诺和安德雷斯 重新出现在公体的那一刻 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参加国安修乐部的邀请 他好像他很高興的 我不是看你 是戀愛的 很高興的 我愛你 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也有14年 以後 是 98年 我現在是 我們是 2012 14年 14年 我看你 你也看得到 我還好 你也看得到 但我還好 我看得到 这就像是一年过去的 如今卡西亚诺成为了北京巴喜队的清训主管 又一次为北京的俱乐部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博斯在退役之后成为了一名主教练 获取未来的某一天 他也会重新回到我们的面前 而与两位依旧在足球圈打拼的昔日搭档相比 安德雷斯的生活已经回归了平静 在中国的那些经历将成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再次? 再次? 这次是台湾 台湾 台湾 三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